张华县109年度劳动节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继职场安全健康周活动 18日在花坛全国立院大饭店举行 县长王惠美颁奖表扬420位模范劳工 感谢劳工朋友为台湾努力 更期许资方能够更加疼惜劳工 让劳工精益求精 一起为台湾的经济共同打拼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鼓励我们的一个劳工朋友 也要谢谢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用心 除此之外也针对我们劳工安全的部分 以及相关的一些产业别 也做了一些宣传宣导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劳资以及政府 都能够达到三赢的一个效果 这次荣获表扬的模范劳工们 在职场上皆有优异表现与卓越事迹 足为社会开模 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为了 是帮医院这边做好节能简单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知道医疗业它是一个很非常耗电的一个行业 那医疗业再赚一块钱 那不等于是赚一块钱 那省一块钱才是真的是赚了一块钱 本次活动结合酒精实业 顺德工业 清果加工 固类种植 婚礼设计等产业企业 职业工会 涉滩展示 特色产品 还有职业安全卫生宣导专区 藉由呼吸防护护具展示及噪音危害 局限空间 高空作业背负带着装 公安游戏等互动式体验活动 加深劳工朋友工作环境危害预防的观念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导